占姆斯最多三场 他就将超越贾巴尔38387分 成为NBA新的常规赛得分王 关键这不是他的极限 别看他都38岁了 健康状况很好 很多年轻球员都不如他 这也是他能打破得分王记录的关键所在 本赛季结束39000分没啥悬念 下个赛季即使滑水 40,000分99%能实现 曾经没人敢想象有人能打破贾巴尔38387分 结果詹姆斯做到了 关键他的极限至少是4万分 他是下滑了 但是战斗力还很强 现在都是场均30分的水准 他很快就是历史第一位4万分现在 肯定值得赞美 但是呢 除了詹姆斯 实际上还有两人本有望做到4万分 他们当初如此刻意追逐4万分 完全有望做到 第一位肯定就是贾巴尔本人 他38387分 距离4万分差距很小了 他特意赛季全明星级别 一个赛季拿个700分还是不难 那么贾巴尔如果愿意 他再熬两年功龄 即使不是核心也无所谓 那么在生涯第二十二年 就大概率实现4万分了 他没有执着4万分 因为荣誉已经足够多 锦上添花的是随缘就好 泰克一反而容易遭受到质疑 还有一位就是乔丹了 他总得分32292分 距离4万分差了8000分样子 看上去是很遥远 但他真有这个能力 乔丹是巅峰期退役了快两年 这两年保底少拿了4500分 然后第二个三连贯结束后又退役 直到38岁再次复出 如果这期间他不退役 就正常达到40岁退役 那么按照他巅峰最后一季28.7分 以及生涯最后赛季20分来看 这缺失的三个赛季 一年1500分还是很容易 那么把这些缺失赛季得分加起来 在最保守估计下 4万分是只多不少 乔丹因为自己的任性 让自己错失成为NBA第一位4万分先生 多少还是令人感觉到遗憾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